第143回 投降了清曉的太平軍伴將李超壽 扮成道士去江浦城找守城主將薛之源 薛之源認出是他,即時就很慌地說 你來做什麼?你投降了清曉? 你不是做了總兵嗎?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你又不來跟我搞事才行啊! 李超壽就陰陰嘴笑話了 嘿嘿嘿嘿,我發了達,又怎會忘記老友的呢? 在徐州那時候,如果不是你通水告訴我 李壽成已經疑心我,讓我早早趕路 我還有今日嗎?一早就人頭落地了! 你還說這件事幹什麼啊? 當成你一趴樓走的人,知道李秀成、陳玉成就盯著我 以為是我知道你反叛的事,我和你插槍啊! 現在他們不是很信任你嗎? 啊?給你守江抱成,你弟弟薛之母呢?守蒲口,即是天經兩條鑰匙,給你兩兄弟插槍啊! 啊?那說下李秀成,又多信得過我呢? 不過這樣啊,洪秀泉對你喜而心啊,你又知不知啊? 啊?你,你怎麼知道啊? 實話說,天經的天王府裡頭,有我們自己有的嘛! 啊?天王現在知道你和我是老友死黨,就說你不可靠,想著撤換你啊! 啊?薛之賢就半信半疑地看著李超壽,李超壽就說呢? 哎,與其被人下手先,不如你自己下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啊? 你都不明白這個道理嗎?你,你又想我學你投降清妖? 那有什麼不好才行啊?太平天國成島氣候啊! 什麼時候戰死自己都未知道,如果被那些官軍抓住,一樣是死罪啊! 人生在世為了什麼才行啊?還不是為了榮華富貴啊? 你看我啊!你看我啊!現在義品頂帶啊!課真家實啊! 我已經在張國良、德興柯和聖寶三個人面前補舉過你! 他們知道都很開心啊!說你如果過去呢,給你一個提督做啊! 比我更大呢? 啊! 此話當真? 你小優啦! 我盤死扮個傻道士,運起來做什麼才行啊? 我都是為了益利而已,我這麼拼命做啊,都是為你而已啊,老友! 如果換著帝哥,我理得這麼多啊!一來,我們是拜天地的兄弟,二來你對我有恩,我不能夠有福讀響的嘛! 這件事是大事! 這件事,讓我和弟弟商議一下,那我就等著你回信啊!我留下兩個地址給你,一個是會把信轉到聖寶那頭,一個是張國良,你不信我呢?你自己再聯絡一次吧! 薛之元就舉起酒杯說,成的!兩個人就一飲而進,薛之元反心意起,李超秀看得一清二楚啊! 好了,到一百五九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薛之元在與張國良聖寶分別通了氣之後,首先是剃了頭髮,縮到朱尾邊,來到沙洲指定地點,向清君張國良, 向上投降! 唉!那個清君主張張國良,欣喜若行,對薛之元就說,行了行了!我會保舉你的,皇上不會虧待你的! 薛之元就說,我弟弟在蒲口城那頭亦做好了獻城準備的! 李超秀和張國良一起來,他馬上說,聖寶將軍已經派我來接收蒲口了! 啊!於是乎,蒲口城就危在單直了,但是李秀成還一點都不知聲啊! 這日李超秀和張國良聯軍攻陷蒲口,薛之元就開城門出來投降! 只見張國良騎馬上高就說了,哈哈哈哈哈哈!這陰,我就可以從江浦到九福州,一路竹女開號,可以合圍天驚啊! 薛之元就控在張國良面前,第三下四地問啊! 啊!大帥啊!那小人頂頂戴! 啊!這樣吧!給你頂四品頂戴,怎樣啊!大過你做長毛賊的官啊! 啊!咦?那上一陣李超秀和薛之元說好了,如果他投降清擾呢,就給他一個二品官做的! 啊!原來開大數而已!薛之元就大為不滿了! 啊!退了下來就對李超秀說了,無厚賜意的!四品頂戴,好駕駛嗎? 不就比我在太平軍的官職還要跟著? 李超秀就說了,喂喂喂!小聲一點啦!千萬不要被人看出你鼓鼓聲啊! 難道你現在獻了城,再關上城門嗎?你再反水回去,太平天國都不會放過你啦! 啊!現在你正是豬八怪照鏡,裏外不是人啦! 慢慢捱啦,弟弟,武將想升職很快的,打場大勝仗啊! 一聲就飆上去啦! 那麼薛之元就雖然被搵笨,谷氣谷到什麼樣子都無可奈何! 那麼李秀成在巢院那頭,得到蒲口被伴將獻成的消息,已經是兩日後的事了! 他一知道,整個人啰啰乱,正式是坐立不安! 一面同天王寫表請罪,一面就積極調兵,準備搶回蒲口回來! 那蒲口一失,太平天國等於斷了江北運糧食的水路了! 這還了得,洪秀成一定會發大火! 於是洪宣嬌充當天王特使,留夜趕到來巢院,他連一口水都未顧得喝,和汪一宗立刻來見李秀成! 李秀成剛剛在中軍將調兵遣將,李世賢、譚紹江、陳坤書等將領都在那裡! 一見洪宣嬌進來,李秀成就知道他為什麼來,為了緩和氣氛,就吩咐身邊的譚紹江說,快點和你宣嬌姐斟茶吧! 你們童子軍的大頭領來了! 洪宣嬌就自己坐下說,我沒心機和你開玩笑了,你犯了什麼過失,知道嗎? 知道,用人失策,蝕之源這個壞人!想不到一個四品頂帶,就把他自己賣給人家! 失策兩個字,就躺失得過去了嗎?李超壽,是在你的手下半邊投降過去的! 李超壽和蝕之源本來是沙煲兄弟,你會不知道嗎?你還用他們來守袍口城! 天皇不了解底細,你會不了解嗎?為什麼不調譚紹江、陳坤書來守呢? 啊!我知罪了,現在馬後炮都沒用,會不會盡力搶回蝕口城回來的? 由於蝕口和江蝕失守,天京城水路運糧的通道基本被堵塞住了! 等洪宣嬌在巢院那裡回來,他說給洪秀傳知道,李秀成就前有李超壽,後有張國良,覆背壽敵,現在他只能在九里山蕭家虛一線與敵軍對市,沒有什麼進展! 他想請調陳玉成帶兵去救,請天皇下召! 那麼洪秀傳對陳玉成的信任遠在李秀成之上,跟陳玉成的戰績很有關係! 陳玉成在三河大節後,在三月八日收復陸安,十九日傳遷商軍李孟群報! 洪秀傳說,陳玉成大敗聖寶,要逼使李超壽由蝕口撤圍西園,這樣就減輕李秀成的壓力了! 洪宣嬌就說了,說就這樣說,都要快點解天京之遺先,良道不通,始終都是硬在心裡的! 洪秀傳說,這樣就下趙,調陳玉成火速來收復陸安! 洪秀傳說,好,這樣就有希望了! 於是,在一百五九年的四月十五日,陳玉成大軍前鋒范宇爭帶領一萬人馬抵達陸安! 好,跟李秀成的人馬聯刑,有四五萬人! 那一來,蝕口外圍的形勢馬上就有了改變! 李秀成這時候就定當了,只要打通蝕口光袍,天京的良道就可以通了! 那,就在洪秀傳心力交稅,覺得身邊缺少一個楊秀清那樣的人物的時候,洪人幹就風塵朴朴地來了! 對了,這時候,他風度瀟灑地坐著一隻小船,行駛在長江上,他清清瘦瘦的身材,民靜的外表,被人有一種信任感和安全感! 當日船駛在天京北邊的江面的時候,看著江南延綿幾十里的城牆和太平軍的大型那些五色旗,紅人幹心裡一波一波地捲起,陣陣熱浪! 成事啦!成就大業啦!他為太平天國而慶幸,不得想起十幾年前開始傳上帝教時的艱辛和尷尬! 不要說外人啦!就連紅聖家族的人都將紅秀傳當成傻佬,將拜上帝教當成異端邪說,有誰會預見今天的成就才行? 可惜自己來得太遲了,赤寸之功未見,實在是有幾分慚愧! 那進去天京城也不是那麼輕易,不過話畢都是到家門口啦!紅人幹就什麼都不害怕! 他寫了一首詩,夾了一封信裡頭,交給罪保門的守門官,要他務必送到天王手中, 跟著他報了自己的身份,是天王的弟弟!那個守門官半信半疑啦! 之後不敢不鬆信啦! 似乎看紅人幹相貌堂堂,不像壞人,萬一誤了事,天王怪罪下來得了! 那麼紅人幹一致,紅秀傳一眼就認出! 聽說他日上夜上的逐帝已經來到天京城了,開身到幾乎跳起來,大聲地叫,一番他穩健的作風! 令到站在旁邊的傅善場,惡勢大言,用開身到發狂來形容他,一點都不太過份! 紅秀傳就下令擺架罪保門,親著他迎接紅人幹進城了! 無奈,無奈,兩兄弟在城門口抱著,開心到流出眼淚! 連傅士長站在旁邊都感到眼濕濕! 他早就聽紅秀傳說過,紅人幹的才幹是天下數一數二! 現在天朝這麼需要經國自小的人才,紅人幹飄然而來,豈不是天朝之福嗎? 紅秀傳就徹燕直,招待逐帝紅人幹,他只是批准兩個人陪吃飯,紅酸嬌和傅善場 傅善場就不想以特殊的身份出現,就說等他們兄弟兄妹好好聚家常,推託了,沒有入到酒席,掛在外面張羅 在酒席之間,紅秀傳就很冷感情地說了 唉,這麼多年來,朕就一日望夜望,望著人干帝來,你終於來了! 紅人幹就說,小弟何嘗不想早一日來呢? 本來當年太平天國在廣西起義的時候,紅人幹就決定起程前來參加的,誰知道等他們趕到廣西沉舟的時候,太平軍就已經北上了,找不到他們 紅人幹就回不了老家花園的,是因清朝政府日日追捕在花園的紅秀傳的族人,紅人幹就唯有轉轉流去香港呢? 紅孫嬌聽紅人幹這段經歷之後,他就說了 後來,我們聽說人幹哥回到廣東的,派人去找你,只要找不到 紅人幹就說了,當時我衣食沒著落,改名換姓去了東莞,做了年紀教書先生 紅人幹,紅獸傳就不由得想起驚心動魄的楊偉之亂,紅人幹如果早一日來輔助他,或者天經就出不了那麼多令人心痛的悲劇呢? 聽見紅人幹就說了,寬別百年,深念舊因,想起年輕的時候,我和天王巷裏相接,長年交遊喜居的情誼,真是很感嘆 他感嘆的是,自小熟讀四書五經,始終考取不到功名,才追隨天王另闢通途 而紅獸傳是大葉依成,但自己經過八年飄零,現在才算是落葉歸根 紅宣嬌就說了,你們兩個一丹丹的,如果當年你們金榜提名,可能就是高官顯著,像曾國凡那樣,勇兵來掃蕩太平軍 紅人幹就說了,唉,這一切都是命運,是上帝安排的 紅獸傳就忽然問了,人幹弟呀,你今年應該是三十八歲了 沒錯,天王還記得小弟的年齡,唉,不經不覺轉眼,已經到不惑之年了 接著紅人幹就拿出一本書來,書面上寫著《太平天國初創紀》 子彥說,這本書是我在香港寫的,大約記載了拜上帝會的初創始末 後來的事我不是很清楚,今後會補寫進去的 紅獸傳就趕快揭了幾頁,很感動地說 人幹弟你真是志同藍王,歷久離堅 處於顛佩流離之困境,還一心忠於天朝,住書立書,為太平天國證明 難得!難得! 紅宣教就說了,人幹慶早點來就好了,只有你的學問可以和雲山大哥相比 紅獸傳就馬上說了,他比雲山多了一樣財幹,就是識陽文,可以說學貫中西 人幹弟來了天國,浸如得歸寶,你是天國柱石啊! 嗯,就封你為幹天福,福著只是低於二著一級 你知道,自從出了諸王之亂,浸已經決心不再封王了 紅人幹就立刻說,哎呀,那不是很好吧 小弟剛剛來到天朝,赤寸之功未立,就封官家著,恐怕眾人不服 有什麼不服呢?如果論到資歷,你是天國和拜上帝會的始創者 在朕提倡拜上帝教的時候,你出個大力,你應加以重用 何況你有驚天為地之財呢?唉,這件事,我們還是從長計 讓我考察一下天國的軍政大事先,浸已已決,你不用再推辭了 今天只是洗塵折風,明天你和我坐下慢慢談,到時再聆聽高見了 洪宣教就說,因為洗塵折風,還有正經事呢?現在江濡濡口兩座城池,一時還未攻黑 陳玉成去了都未曾打玉 洪人幹就問一下大智的情況,趕快就拿了一幅地圖出來,仔細地看了 洪秀傳見到地圖到密密麻麻因著河流、胡柏和城市 咦?有這幅地圖真的差很遠,一目了然 洪人幹就說,遲些我將這份地圖獻出來,照著這樣的樣貼印幾百份 讓我們的將領人手一份,人家外國人早就用地圖了 於是三個人就趴在地圖旁邊慢看,洪宣教就問,怎樣看東南西北? 洪人幹就說,上北下南,左西右東,這個是十萬份之一的地圖 你看看,一寸長的距離就有幾百里了 洪秀傳很快坐在地圖上就找出了九里山小店這些小地方 咦?陳玉成就在這一帶 唉,朕現在擔心兩浦之戰持久了就不好 牽制著我整十萬主力 洪人幹就說,我不是幾懂戰士兵法的 我看,是不是可以叫陳玉成擾盜天長揚州,炸掉渡江 直到清擾江南大營之後,再分幾股人馬襲擊江北官軍的營盤 這樣就可以得到正面強攻的效果了 唉呀,好計謀,好計謀 人幹帝下車依此,就欠良策,朕得張良,漢信了 喇,紅人幹是不是真是這麼有料呢?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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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